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 轴向变形的一个速解法 那么在轴力的问题 如果碰到轴力是连续变化的时候 一般必须使用这个函数进行积分 找出轴向函数进行积分 这是一般书本我们可以看到的做法 但是这种做法比较慢 我们可以把它改良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用图形计算面积 这样来把它加以减化 那有同学会问 这样的做法在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吗 他担心说这个书本好像没看过 学校老师没有教可不可以用 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数学是用来解决力学的一个工具 我们当然尽量用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得到相同的答案 怎么会说不行呢 当然是可以的 好 能快就尽量快就对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学习的地图 上过林老师的课都应该很熟悉这张地图 那外力 内力 硬力 变位 变形 应变 那对轴力问题来讲 内力就是轴力 这里就是轴向硬力 轴向硬变 轴向变形 那么假如今天一个题目呢 以知外力 然后要去求变形的话 一般最常见的 就是走这个路径一 从这个外力出发 以知这个外力 然后要求变形 那一般最常见就是这样子走 外力 力平衡算内力 那这个动作 我当作大家是OK的 力平衡算反内力 然后画内力图 如果你OK 今天着重在这个地方 轴力去计算轴向变形 那可能有几种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线弹性的材料 然后等剖面的杆件 那我们说EA是常数 那EA常数的时候 假如轴力是常数 哇 这个太简单了 这大家都会 EA分之N 这没什么好讲的 那第二种情形是 如果是分段变化 分段变化就分段累加 你把每一段的轴向变形算出来 加起来就是总变形 那如果你的EA是常数的话 你EA是常数 那我把EA提出来外面 那我只要把每一段的NL 累加起来就可以了 轴力乘上长度累加起来 再一起除EA就可以解决 这个也简单 轴力常数 轴力分段变化 对大部分的同学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会有问题大概是第三种 轴力如果连续变化 连续变化的时候呢 变成是要积分了 你必须找出函数 轴力函数去进行积分 那我们说这样麻烦 那要简化 什么函数积分 就改成什么图的面积 记住这个大原则 轴力函数的积分 这个 轴力函数的积分 就是轴力图的面积 你只要把轴力图面积 算出来除EA 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 这就快多了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精选范例 是交大研究所的考题 其实在很多研究所 大地主很喜欢考这种问题 一个庄 那承载向下的集中力P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其中呢 一半的力量是底下承受 另外一半呢 是这个摩擦力来承受 那这时候呢 要我们去计算 这个桩的弹性变形 当然啦 问题是出在这下半段 上面这个太简单了 这轴力固定嘛 EA分之NL就好 底下这个均步的摩擦力 他告诉我们是均步的 他有讲 你这个均步的摩擦力 就会使得轴力变成是连续变化 那一般做法就是积分嘛 那今天我们要告诉你 快速的做法 这个题目在我们书本 有详细的解答 有用函数积分做 也有介绍这个用 用这个面积的观念解题 那我们来看 如果今天我们改成 画轴力图 计算面积 那就快多了 首先是画轴力图 你可以比照良化简力图一样的概念 我相信 良化简力图弯举图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那对于轴力图 扭举图大家比较陌生 一样是内力图嘛 有共同的一个这个观念嘛 碰到这个均步的均步的外力 那它会呈现性变化 你量如果有均步的贺仲 简力图是不是倾斜直线 它也是 它就是一条倾斜直线 所以你上半段是P 那底下这里是0.5P 直线连接就好了嘛 这就是它的内力图 画内力图这是基本动作 基本功 你必须很熟练 接下来呢就是算面积 算面积比计算积分简单多了吧 那我们来看 现在对这个题目来讲 你的 我稍微写一下 本来是应该要积分的 你考试作答的时候 你可以先这么写 本来是轴力函数积分除刚度的 那我们可以改写成轴力图面积 除上刚度 好 轴力图面积分成两块 先看上面这里 矩形简单吧 P乘以5 这个大家都会吧 P乘以5 底下是一个梯形 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 大家也会 但是可以再跨一点 上底加下底除以二 就是中间嘛 就是中间的 这个0.75P嘛 你用中间的宽去乘上长度就好了嘛 你可以改成这样子做计算 想法上 就是这样子啦 你把这一块 移到这边来嘛 这个三角形移到这里来 那不是变成一个举形了吗 就是长层宽就解决了嘛 尽量的把问题简化 好 所以这里呢 你可以用0.75P乘上15 0.75P乘上15 好 那再来除EA 好 那这个简单的计算 你算一下呢 这是16.25P除EA 好 你可以把原题目的P 这个50KN带进来 然后EA值题目也有 你把它带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 这个最后的答案是 8.13乘以10的负4米 OK 这整个就简单多了 你利拼人找轴向函数 跟画轴力图面积 跟这个轴力图 当然轴力图比较简单嘛 那积分你改成面积 当然面积简单嘛 所以利用轴力图面积除EA 就可以很快速的得到答案 好 那么有很多同学他会认为说 那我就把这一题背起来 题目背起来或者步骤背起来 不好 你要有一个观念 你今天背题目背步骤 那改天考试的时候 糟糕万一卡住了 这个万一这个地方 他的关系是忘记了等等的 这一条路不通了怎么办 这就有点类似 我说你从你的住家 要来实力补习班 那你可能你把这个地图背起来 你说我就固定走哪一条路 那万一塞车呢 那万一这个 道路施工呢 这里不能通的时候 那你就不要来补习班吗 你应该改走别的路嘛 那这张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还有其他的路径可以走 好 那我们可以来看 比如说第二个路径 第二个路径你可以绕到这里来 你可以呢 前面还是一样的 这个基本的力平衡 这是一样的 内力 然后你可以到硬力 那硬力再来算变形 这是第二个路径 你也可以这么走 对我们来讲 我们可以很灵活的去这个计算 好 那我们来看 一样的 如果是1A常数 那刚刚本来是轴力函数积分除1A 那我们只是把A先除进来 轴力除以A 内力除以轴面积 就是得到硬力嘛 所以就可以改成硬力函数积分 那硬力函数积分 就是什么 就是硬力图面积啊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 硬力图面积画出来 算出来以后除以1 就是一样的答案 那我们看刚刚的题目 你硬力图跟轴力图 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只是把刚刚的轴力除以剖面积 这里多除剖面积 把轴力除以剖面积就变硬力啊 我相信你轴力图会画 硬力图就会啊 那这除上A 面积一样的方式在算啊 好不好 你可以自行练习 他只是把A除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硬力图面积去 去得到答案喔 最后当然要除1啊 好 这是第二个路径 那再来呢 也可以走第三个路径 第三个路径呢 是这样子喔 前面一样喔 外力到内力到硬力到硬变 再来到变形 好 这是第三个路径 你可能认为说那照那么远做什么 我等一下告诉你 有它的必要性喔 有时候会有需要用到这样的方式喔 那你都懂的话 那你可以去评估说 那这个题目我怎么做会最简洁 但是有时候会有需要喔 好 那我们就来看喔 这个 路径3 假如一样的是EA常数的 EA常数 如果 刚刚讲的轴力连续变化 本来 硬力积分 再去除弹性魔术 那你可以把这个弹性魔术先放进来嘛 硬力除弹性魔术是谁 硬力 虎克定律啊 硬力除弹性魔术就是硬变啊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改成 硬变函数积分 那硬变函数积分就是什么 就是硬变图面积 记住 什么函数积分就是什么图面积 那你是不是直接硬变图面积算出来 就是变形 这就是第三个路径 那你看喔 刚刚如果你内力图会画 就可以画出硬力图 除以A就变硬力图 那把硬力再除以弹性魔术 就变硬变图 图根本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数值稍微 这个这里除A这里除EA 只是这样的调整而已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 就把这个 这三个图的面积做计算 很快的都可以得到答案 那对这个题目来讲 对这个题目 你可能认为说这三个都 都可以嘛 那我何必学那么多 我学这一个 没有错 对这个题目 我们会建议你就这么做就好了 用路径1 最简单 但是有时候 有些题目 没有办法走路径1 路径2 什么时候 注意 如果你是一个非线性的材料 非线性的材料 这个公司不能用耶 我写一下喔 你本来的这个 我们写的这个 这是线弹性的时候 这公式才能用 那这个不能用 这个也不能用啊 这个不能用 你入经而会使用这个 这时候 这种非线性的材料 你必须 直接根据应变 它其实不是从这里来喔 它是从 这是从 应变的基本定义 本来 应变是等于 变形除以长度 这是最基本的定义嘛 那 如果是整个连续变化的 那么 应变就会变成是 唯变形 除以唯长 唯长度 这个我改写一下喔 这个用ds 这是原始定义 这是套用在一小段 那所以呢 这个dΔ 是等于ε乘上ds 那加以七分 所以这一个 是可以用在线性 可以用在非线性 通通都可以 你碰到非线性的时候 你如果还是走什么路径一路径二 就完了 不行 必须走路径三 好 这时候呢 你就是要用这个应变函数去积分 那这个呢 就可以改成用应变图面积 就可以得到变形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 我们回到这个学习的地图 你看对我们来讲 你如果这张地图 这张架构是清楚的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 看今天题目怎么变化 你要记住啦 这个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线弹性 这里才能通 如果非线性或者什么塑性 你就必须绕到这里啦 你就稍微绕一下嘛 好 那 这是针对 刚刚的那个研究所的题目 我们去做一个解说 那最后呢 我们可以再做一些 原生的学习 一样是延续刚刚的主题 能不积分就尽量的不要积分 把这个借题的步骤尽量的简化 极简尽可能的简化 比如说这个在台大研究所 曾经出现过一个也是装的问题 也是装 但是呢 他没给外力 没给外力 没给外力 你就没有办法计算内力 注意喔 外力他没给 那没给那内力就不知道啊 那硬力就不知道啊 这些就都不知道 那同学说啊糟糕 那我怎么做计算 这时候就要从应变下手 这时候就要从应变 他给我们什么 应变剂的毒素 这很不错喔 实物上就是会这样子 我们在装的表面呢 就是这个 去读取了它的应变剂的毒素 你根据这个应变剂的毒素 你是不是可以汇出应变图 那用我们刚刚的观念 应变图面积 就是变形 有没有 粗的很漂亮 那你如果十倍公式 十倍步骤就完了喔 这时候你没有 他没有讲外力 他没有外力 你就没有办法算内力硬力 那他给你应变剂毒素 所以学习地图 随身要续带 然后看看题目给我们的 已知条件在哪里 那代求的是什么 然后去寻找解题的思路 好 那再来呢 是温度 变化的问题 温度会造成冷缩热障 最基本的公式 是这一个 温度变形的 α乘以ΔT乘以L 这是整支感见 温度如果固定 但是如果温度是 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呢 温度变化函数呢 那又变成要积分 会变成这个温度变化函数积分 再去乘上热膨胀系数 哇 那很多同学啊 都把力学问题搞得很复杂 就是在那找函数 在那里积分 记住 什么函数积分 就是什么图面积 所以呢 你是不是又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温度分布图面积呢 好 用这样的方式 比这个快多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不会说只能写这种最基本的 比什么变化的 我们一样都可以处理掉 好 最后呢 各位在学习量的变形 变味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会学到所谓的积分法 积分法 找出弯矩函数去积分 那这个不方便嘛 所以 一般我们会从积分法 是不是在推演出所谓的弯矩面积法 或者结构学里面共二量法 这些都息息相关 都一样的 把函数积分 改成用面积做计算 所以呢 我认为啊 这个在学习上 力学的问题啊 尽可能的把数学简化 用简单的方式去处理 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 着重力学观念的建立 你就可以这个有效的学习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